主要是因为他是以计为单位 计为单位来去来去开放 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先去认识一下 这个健保署的开放资料 第一就是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绝对不是我生出来的 好绝对是公家机关 那我们现在就先大家一起来看哦 首先请点选Chrome浏览器 然后麻烦请打健保署 健保署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要气象台的资料 那你可能就要输入是气象台 好来健保署然后Enter 好 然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卫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险署以以下简称健保署 点他 在最下面 在最下面 因为他当然还是以那个整个网站 健保署在做什么事情 来去做介绍署 可是我们只要看我们的资料 所以 请到最下面 最下面 这个网站导览 有一个叫做健保 资料开放 好 重点是开放 什么叫开放资料 只有政府机关会拿到人民的资料 然后 将人民的资料去识别之后 所谓的去识别就是说 不可以放明码个资 好 那他就要把这些明码个资 拿掉 但是他会放一个代号 会放一个 例如说 类似像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这样子一个代号 这 这个 整理好的数据去识别之后 他就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网站上 让别人来去下载 这个就是开放资料 好 前提是你要记得 这是政府机关 所以现在 这些资料 他是放在 因为去识别之后 他还是放在什么地方 他放在那个 那个就是 类似像网址 网址像 健保署他放在网址上面 然后 让大家来去做一个下载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点他 点 健保资料开放 好 那 点选健保资料开放之后 这边请点健保开放资料 其实我觉得好像没必要 又在创造一个新的名称 好 请问健保资料开放跟健保开放资料 请问有什么差别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这里面一定有资讯人员 就是做做这件事一定有资讯人员 而且一定会有他的主管 可能是那个 医护背景 所以这边才会产生 反正就是 而且还有系统跟系统 之间要可能 就是换系统交换 的时候 反正就产生了 产生了这件事情 好 请你们也要稍微知道 点选这个健保开放资料 那这里面非常多 非常多 好 有统计相关的统计相关 可能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月报表 好 那 我 我希望讲的是 健保的成效分析 健保大数据成效分析 所以我 会喜欢用这一个医疗品质 医疗品质 请问为什么 只有品质吗 品质他有很多的成效在里面 可以让我做分析 好 提供给你参考 再来就是因为他一百七十个 所以 所以我可以得到更多 我有兴趣想要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 假如我想要翻新脑中风 我可能在 这个药品及 医材跟统计里面 我是找不到的 可是我可以在医疗品质里面 找到 好 所以我就先点这个医疗品质 点选这个医疗品质 总共一百七十个数据集 这个应该讲就是资料表 就是为健保署已经 呃 就是整理好的一张一张的资料表 有一百七十个资料表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边讲一百七十笔资料 你会不会想成是记录 记录知道吗 可是事实上这是一百七十个资料表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用 用词上面 可能各位 想一想这边 其实我觉得都还需要在 就是可以更精进一点 再来你看 例如说第一个资料 跟医疗品质相关的 那个资 呃资料表是 小儿气酸缓解其中 呃缓解其中 中医优质门诊 照护 的示范计划 反正就有一个计划 参与院所名册 有没有看到 这其实就是 名册 你知道教育部早期开放的资料 什么大学院校名称 地址电话 这这就是名册 好 所以这个可能就没什么 像例如说 例如说 呃 这边 人工 膝关节 患 置患手术后 90日以内 置患物 生部感染率 好 这就是可以供 那个 例如说有人想要研究 膝关节的话 我想这应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资料 所以 所以 你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啰 可是 呃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药品 对不对 药品 所以呢 是不是可以回到上一页 上一页在这边搜寻 搜寻 就是我们讲的这这几个资料 来 麻烦请在这边输入 同药理 三个字 同 药 理 的重叠率 可以吗 就是麻烦请搜寻 这这里面不多 举例来说 我 我 这边有一个叫做同一家愿 同 那个 门诊 然后 同 药理 好 然后 用药日数重叠率 有看到 请问一下 能不能做到不同医院 的 同药理 用药日数重叠率 例如说我早上去长根 然后 吃了药之后 我觉得没效 也就是三天后觉得没效 你觉得很多人这时候会做什么 我在换一家医院 对不对 我觉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资料 可是 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你们有机会拿到 但是 县卫补部 对不对 你拿得到台大 荣走长根吗 拿不到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 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做更细致 更好的研究 你还是要去 去 找到这些相关的医院 好 来去做 做这个研究 因为 通常 这已经很严重的疾病 他一定就会想办法去找 很好的医生 那些民医 民医 好 所以 所以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反正这边有第一个 安眠症静 这个药 第二 抗失觉失调 第三 抗忧郁 抗忧郁 第四 降血脂 第五 降血糖 第六 降血压 可以吗 好 这六种药 这六种药有一个特性 你们觉得是什么特性 就是刚刚 对 慢性费 就是 他不可能只有吃一天两天就好了 像我 我 我有一次就是去看 就是我 我很好心遇到就是我去 电脑教学 然后呢 有一个荣种的牙医 他就跟我讲说 哎 你要不要来洗牙 他就叫我去北荣洗牙 然后呢 洗牙的时候 北荣他规定 你要先去量血压 结果量到180多 他吓了一跳 他说 我的 他觉得洗牙是小事 我的血压是大事 所以他在帮我再推荐说去 去看那个 其他的门诊 叫我赶快去处理那个血压的问题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反正就是这些 疾病都是慢性病 我反而是要 讲反正就是 我这里面其实有写到这一点 所以 如果你想要再研究其他疾病 举例来说好了 我觉得像那个气喘 就是 就是有些人 他不是规则性的 要去 吸那个 那个气喘的 那个 口是一个喷雾 扩张剂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要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可能不是这6个相关的疾病 其实还是有这相关的议题存在 好了 那我们就先 先 等一下哦 先讲 因为我昨天我做了一个叫做 好像是 安眠镇静 好 我做 我做安眠镇静 但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请你先做第一个叫做降血压 你放心 我就是 假设我做完第一个 然后就差不多等于6个都做完 是这样子 好 那等一下我会请你们去做那个 正式的资料下载 如果你要下载这个资料 就请点这个CSV 但是我不建议你在我们班 这个时候大家一起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很慢 所以等一下我会请你到我的那个教学网站 里面去点我的范例 我都下载好了 放在那边 这边的速下载的速度很慢 好 你这样大概知道 这个CSV就在做这件事 只是现在我就不请你做 好了 那请问一下 下面有没有看到同医院 同门诊同药理 有看到吗 请问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同样都是什么安眠镇静 这同医院门诊同药理 用药日数重叠率 跟这个同院所 门诊同药理 用药日数重叠率 安眠镇静 有什么差别 好了 反正如果你有兴趣你就 这个分别把这12个档案 都从网站上去下载下来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这个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首先他下载次数多 第二他档案非常大 因为我们交的是大数据 我的意思是说 记住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 用这个大数据的特色 资料比数很多 然后 希望能跟过往的临床 那个 临床实证医学 能够来产生互补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如果你要下载他 因为我是说那个降血压嘛 对不对 就点这个CSV 那我们现在就不点了 可是我建议各位 先点一下这个 先点一下这个 降血压 点那个文字说明 他这边 我等一下是需要用到这里面的字 他说 这里面 这里面 他资料来源 是来自这个地方 分子 分子 分子是 是同一个病人 在同一家 医院的 不同处方 开立同一个药 领分类之 口服降血压药 重复给药 日 就他这样写 反正就是 假设 假设我领这个 那个 三个月的 连续处方签嘛 对不对 我 假设我在北融领了 第一个月 其实不是一个月啊 就是28天 然后接下来 我有 第二个月的 连续处方签 跟第三个月的 连续处方签 好 可是呢 假设我今天 吃了一个月 觉得 哎 血压还是很高啊 这时候 血压很高 当然要去看医生啊 但是 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 这就是重底 就是 我又会再拿到药 那 之前的药 你都不 不可能吃了嘛 对不对 那不就是浪费了 你不可能还回去吧 好 那还回去了 可能医院也不敢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些药 领过的药 都是浪费 因为你不可能再吃啊 这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 好 不过如何减 减少 减 如果说各位可以想出一个 idea 这都是 这都是可以让我们 破 破产往往后延迟破 健保破产 这件事 好 那 这个 这个可能 这里面资料 其实的描述不是那么优 好 因为我希望说他里面的描述是 类似像这些医理 我可以去了解他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 我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要去下载资料了